请听故事 感悟成语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遇见成语 今天我们将要遇见的成语是 寒丹学步 分开来慢慢朗读 寒 丹 学 步 寒 丹 学 步 寒丹学步 寒丹 这里说的是 战国时赵国的都城 步 指的是迈步走路 寒丹学步 字面的意思是说 在寒丹学习走路 现在比喻模仿别人不成 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技能丢掉了 寒丹学步 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 庄周的 庄子 秋水 原文说 且 子独不闻夫 寿陵与子之学行于寒丹语 未得国能 又失其顾行以 直扑福而归尔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况且 你就没听说过 寿陵的渔公子到邯郸去学习如何走步的事吗 他不仅没学会邯郸人如何走路 反而忘记了他自己该怎样走路 而最后 他只能爬着 回家去了 这句话的历史典故是这样的 相传 在战国时期 英国的精灵地区有一位少年 姓鱼 大家并不知道他叫什么 因此都称他为鱼公子 鱼公子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 因此他从小就不愁吃 也不愁穿 这位鱼公子的长相虽然算不得非常漂亮 但也不算丑 而他的才能不算突出 也不算差 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 这位鱼公子却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别人 他经常毫无理由地叹气 并对自己说 我长得没别人好看 才能也不好 我真是一点优点都没有 有时 他走在路上 看到热闹的街市和来来往往的人们 也会对自己说 这些人的衣服都比我穿得好看 连集市上飘来饭菜的味道 也比我家的香 看那些人呀 他们站着比我精神 坐着更是比我优雅 鱼公子每天都在为他的这种想法而苦恼 他苦苦思索该怎样做 最终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想 既然我比别人差 我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 这样我就和其他人一样优秀了 于是 鱼公子便开始见到什么学什么 可是由于学的东西太杂乱 虽然他十分努力 但什么都没学好 他的家人们看到他这样 十分担忧 便劝他说 你这样可不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你不应该只看到别人的优点 而忽视了自己的长处 你现在见到什么学什么 这样时间久了 不仅什么都学不成 还会让自己的优点也消失的 鱼公子听了家人的劝告 十分气恼 他对家人说 别人都比我强 如果我不学他们 就会和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你们还是不要再劝我了 无论家人们再怎样劝说 鱼公子都完全不理会 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一天 鱼公子在路上走着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开始审视自己走路的样子 他喃喃道 我走路的样子 看起来很笨拙 实在太丑了 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 这时 旁边正好走过来几个人 他们说说笑笑 其中一个人说 你们听说了吗 邯郸人走路那才叫好看 不愧是都城的人 走路的姿势都比咱们优雅 鱼公子一听 十分高兴 便走上前去询问 那个说话的人 想要知道邯郸人 为什么走路好看 没想到 那个人一看是鱼公子 竟然没有回答他 就静止走开了 从那时起 鱼公子满脑子 都在想邯郸人 究竟如何走路 他想象出 邯郸人各式各样 走路的姿态 可每个姿态 都无法让他满意 最终 他决定 亲自到邯郸去看看 他瞒着家人 偷偷收拾好行李 一个人跑到了遥远的邯郸 刚一到邯郸 鱼公子便被那里繁华的集市所吸引 他一边走一边看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 忽然 他面前走过几个孩子 孩子们蹦蹦跳跳 看起来十分有趣 鱼公子盯着孩子看了很久 觉得孩子们走路的姿势很可爱 便学着孩子的样子蹦蹦跳跳 没走多远 迎面又走来几位老人 老人步伐稳重 看起来大气优雅 鱼公子又被深深地吸引 于是 这位鱼公子又开始学习老人走路的样子 可是刚开始学习 迎面又走来几位美丽的女子 鱼公子惊呼了出来 因为眼前的女子走路的样子 简直美极了 那婀娜的体态 轻盈的步伐 甚至周围的人也投来羡慕的目光 鱼公子决定放弃 学习老人走路的姿态 学习这几位女子走路的样子 鱼公子非常努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每天都会到集市上学习来往的人 走路的样子 半个月后 鱼公子完全不知道该怎样走路了 他旅行的钱也所剩无几 最终 这位鱼公子只能爬行着回到自己家乡去了 在这个故事里 鱼公子到邯郸 学习邯郸人走路的样子 最后 他连该怎么走路都忘记了 这便是成语 邯郸学布了 还有这样一个 才子物权的故事 相传 在明朝时期 有一位非常聪明 有才华的年轻人 他擅长文学 并能写出极其优美的诗歌 因此 他在他的家乡 有很好的名声 而他的诗歌被当地文人欣赏和借鉴 有一天 这位年轻人听说 镇子里要举办一场武术比赛 于是便跑到现场去凑热闹 年轻人到了比赛现场 那里已经挤满了人 这让他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不一会儿 比赛开始了 参赛者们使出浑身的本领来击败对手 他们每个人都看起来坚毅而勇敢 台下的观众看到高超的武术 更是不断地欢呼喝彩 年轻人也被参赛者精彩的比试所吸引 看着这些身体强壮 勇敢的武术家赢得喝彩 使得年轻人十分羡慕 比赛过后 年轻人回到家里 脑子里装满了今天看到的情景 围观人们的一声声喝彩 久久地回荡在年轻人的脑海 他自言自语说 人们虽然喜欢我写的诗歌 但是始终没有人大声地为我喝彩过 如果我学习武术 那么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人看我在台上比赛 为我喝彩的 于是年轻人不再努力写作 而是开始练习武术 可是年轻人似乎并没有武术方面的天分 他动作僵硬 力气也不够大 但是年轻人不打算放弃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更加努力地训练 总会有一天练成高超的武艺 为了是自己能全身心地练习武术 年轻人最终彻底放弃了写作 几年后 年轻人的武术技巧果然有了提高 他十分高兴便找武术大师 想要和他们进行比赛 可没想到 尽管他用尽了全力 还是很快就被那些武术大师打败了 年轻人沮丧地回到家 认真地思考 最终发现 原来他在全术方面是缺乏天赋的 而写作才是他最擅长的技能 于是他决定 放弃练习武术 重新开始写作 可是当他拿起笔才发现 由于自己长期没有练习写作 已经无法再写出优秀的诗歌了 在这个故事里 年轻人盲目地学习 自己不擅长的武术 却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写作 便是成语寒丹学book了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华和潜力 专注于自身的优势和兴趣 有时要比盲目 学习别人更容易取得成绩 两个故事讲完了 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遇见的成语吧 最后再来用 最后再来用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和订阅吧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